若果信了主的人跌倒 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信主那一天 主立时就住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经历罪得赦免 和神很近啊 真是很开心啊 只是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仍然活在地上 会有不少的挑战 魔鬼和他的猜忆 会用各样的事物来试探我们 引诱我们犯罪 身边未信主的人 他们不好的行为和说话 也会刺激我们 影响我们 再加上我们从前犯罪的记忆 和身体的反应 使我们有时 真是会受不住 若果我们真是软弱失败了 那怎算好啊? 神会不会丢弃我们啊? 原来我们真心信主以后 我们永远都属于神 成为天父的儿女 这个关系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只是我们的状态不好 就好像病了一样 但是我们的身份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也不用担心 神的爱会减少 圣经说 神会拯救和爱我们到底 不认识不信神的人犯罪 和信主的人是不同的 信主的人是不会故意犯罪 如果软弱 受了试探 做错了 心里面也会不舒服 只是有时候 感觉无力改变 我们也不会长久在罪里面 我们想回转 想从头神的怀抱 未信神的人 和神之间有最长的阻隔 但是信主的人 和神中间再没有最长的阻隔 只是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将头转开 不信不回转 所以心里面感觉 就好像与神有一个很远的距离 这样我们可不可以恢复回 重新站起来呢? 如果我们真的软弱跌倒 我们最紧要记住 神仍是我们的天父 祂的爱不改变 祂等待我们回转 祂会帮我们 另一样重要的 是要知道主耶稣的救恩 已经完全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包括信主之前 甚至如果信主后 若果有软弱 这一切都已经解决了 主在天上长远活着 正在这里为我们祷告 这个真是好消息 这样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了 是啊 我们不需要靠认罪去修补关系 去保存我们神以内的身份 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视 当犯罪不是一回事 我们要有真诚悔改的心 知道犯罪是得罪神 伤害神的心 有时也得罪人 令人难受 对自己也有伤害 我们要回转 依靠神 向祂祷告 再次想到神的恩典 想到主的爱 祂在实际上 如何受苦 付出 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 我们也要安排好每日的生活 好叫我们稳定地亲近神 为自己祷告 保护自己脱离不好的隐忧 保持心灵强健 又要和信主的人 时时在一起 一起聚会 多得供应 彼此支持 魔鬼会控制我们不够好 又会放大我们失败的事 要我们天天想起过往的错 令到我们心不舒服 有阴影 以至提不起劲 这样我们就会容易灰心跌倒 所以 我们不要听仇敌的大话 要将心思转到神 想起神自己的爱 我们靠主 就能够圣灵魔鬼 和一切试探 能够得胜一切 我们更能够为主作供 祝福世界 好 解释 我们说 你好 大家 好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悔心知觉不好 主爱不改变 我失了憑梦 主爱不改变 感觉着你开了 其实主爱永远不改变 不再看自己 不再靠自己 信主爱永远不变 主爱永远不变 不再怕受敌 不再拘怕失败 信主请救到带 请救到带 未经许可,不得翻